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声音里又带着一种拒绝 所以今天艾米尔就跟大家分享四种开玩笑的方式 女生跟你说这四句话肯定是喜欢你 你就这样接就对了 第一种呢就是女生啊 有的时候跟你因为是朋友或者同事啊 就抱怨工作压力大啊 自己好累啊等等 然后你可能会劝他说 哎呀实在不开心就不要工作或者换个工作吧 他就会顺势接一句说 我不工作你养我啊 有没有身边的女生跟你说过这句话呢 半开玩笑的说我不工作你养我啊 弗洛伊德说过一句话 每一个玩笑里都有认真的成分 所以呢女生也是在试探你呢 如果你也喜欢她的话 你就这样接话 你说养你可以啊 但是要名正言顺 名媒正娶 做我女朋友吧 你看是不是很有男性的那种养刚之气呢 第二种开玩笑啊 就是有时候两个人相处久了 但一直是朋友关系 没有突破那个界限 但是如果女生一直喜欢你啊 她看你也 没有女朋友 她也没有男朋友 她就会说 哎呀 我们也快三十岁的人了 到三十岁 如果你还未娶 我还未嫁 我们两个人就在一起吧 我们做这样的一个约定 有没有女生跟你说过呢 这个时候你怎么接呢 你可以直接跟她说 不要等那么久了 人生无常 我们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 我们现在就在一起吧 第三种情况啊 就是赶上一些节日 比方说情人节 经常大家会看到朋友圈里说 要租个男朋友 租个女朋友 或者是到春节 女孩子会跟你抱怨说 哎呀 真不爱回家 回家父母要逼着我去相亲啊 不如假装你是我男朋友吧 你看像有这种话出现的时候 你就可以非常严肃的回她 你说这绝对不行 我讨厌所有虚假的东西 要来咱们就来真的 我一百个愿意 怎么样 好听吗 第四种情况啊 就是女生她不是跟你聊天 而是发这种 那种表情包 或者我们叫她土味情话 发这种情话的时候 其实背后也有她的心声 比方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有些女生会给你 比方说你在抱怨一些生活中啊 工作中的一些烦恼 和不顺利 她就给你发了一个土味情话 叫别抱怨抱我 这个时候呢 其实你都不用回应 但是在你们下次见面的时候 你就出其不意的抱住她 她肯定会觉得 哎这是为什么 怎么这么突然啊 你就跟她说 上次你不是跟我说了吗 不要抱怨抱我 我就按你说的做的呀 你看嘛 虽然你没有说言语上的揭话和表白 但你用行动上 其实已经升级了 你们之间的关系呢 好了 这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 女人这么跟你开玩笑 这四种玩笑 肯定是心里喜欢你 如果你也喜欢她 就按我教你的说法 直接接招吧 祝你们幸福哦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段内容 欢迎大家点赞收藏 分享转发 有什么话 在下面给我留言哦 打开金鱼头条 向右滑动点击专栏 找到专栏恋爱话术 一对一帮你破解女人心 购买专栏就可以播放视频啦 静哼